好 那么在李鸿章的楼的旁边 还有两个也是这个地方的两栋 这个对称型的两个别墅 其实这两栋房子呢 有时候也把它叫什么双子星 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它是对称的两栋 那么我们稍微进来可以看看 这个房子的一些漂亮的细节 这两栋楼呢 样子是一样的 只是说一个往这个左边 一个往右边 它是对称的 那想必两个楼可能也是同一个时期建造的 所以你看到 其实你想一想 你用脑补的方式想一想 你把这个还有后面那个 刚才那个两个白的 你把这些房子脑补一下 全部都抹掉 你想想看这个地方 一个个花园 对吧 一个小路 然后非常的这个 绝对是上档次的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那么这两栋楼 这个有有几个装饰的细节 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观察一下的 第一呢 是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房子 它其实也用了一些很复杂的 很混混杂的一些装饰的元素 比方讲这个窗的两边的这个柱子 是一个简化了的 有点像是艾奥尼柱的这个简单的这个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有点像是装饰艺术派的这个 然后最主要是大家看那个上面 还有一个八卦图看到吗 还有一个就照妖镜也不用挂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边Adeco一样的 这边Adeco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这个八卦图 而且重点是这个上面这个八卦图保存完好 还没有被敲掉 没有被砸掉 所以说这个上面 不容易 而且这个看得见 那边那个好像就不太清楚 那边那个就不太清楚 但是这边这个 然后呢 你如果看这个侧面的话 二楼一楼和二楼的窗之间 大家发现没有 那个也有比较偏就是西式的 这经常会看到的这种 这个 对啊 石库门的门头上 不是经常也会有这个这个细节的装饰吗 对吧 不是搭出来的 这两个房子 就是它就是它是对称的吗 就是啊 不是对称的话 就是不是看到这边有种的话 以为这个东西像有点拼接的那种感觉 哦 你觉得是两两幢房子对吧 嗯 好 那么其实它是一栋房子 其实它是一栋 这是同一家建的吧 对 我估计应该是同一家建的哈 对啊 它是对称的吧 对称的 对 好吧 那么这个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还是要从原路的返回出去 然后呢 旁边还有一栋也很漂亮的 好 所以这条路上 你看到吗 这两个李鸿章 加上那个Daisy 对吧 这已经四五个了吧 四五个集中在一条这个非常不起眼的 很不起眼的一条小路上面哈 Comic 透明躁 三毛 五个集中在六个集中 停到三毛 那么牛软 免酒 Hopefully